高雄市长韩国瑜在选举时宣布当选后将募集百亿青年创业基金 而为了响应市长广纳伦才的想法 高雄市不动产开发工会日前开会决议 将捐出一千万元辅助更多青年在地创业 希望让高雄再度转现商机 这不仅是市府即将成立的青年局所获得的第一笔创业基金 也是工会创设以来最大的一笔捐款 市长韩国瑜重视青年创业和新创产业 日前到博尔参加新创中心开幕 宣布将在陈青湖附近成立青年局 高雄市不动产开发工会肯定韩市长的用心 决定担任领头阳为青年创业基金捐出第一桶金 政府要成立青年级筹组100亿 作为创业基金 孙伟房地产在地的产业 更应该注注政府 所以我们透过我们李建市的同意 开会的通过 由工会监管 一千万是最大笔的 由工会直接拨款 一千万来支持高雄市政府成立青年级 成立100亿的创业基金 工会一口气捐出一千万元 不但是即将成立的青年局所获得的第一笔创业基金 也是不动产开发工会创设以来最大爱币捐款 理事长张永毅同时也是建设公司老板 说明现在跟过去创业的大不同 三四十年前的他们的我们的创业很快抓到机会回去创业 那现在他们没有这个创业的一个欲望跟创业的这个想法 所以我们如何透过教育 先从教育来培心他们能够有创业的这个想法跟想法出来 因为做任何一件事情我自己喜欢嘛 你有了创业的精神以后 那在整个高雄市的这个所有大专的宴校里面的这个售报是应该很多的 如何透过教育他们 希望为年轻人提供创业机会 张理事长更肯定韩市长上任之后确实带动改变的风气 韩市长当选以后 对整个高雄市的影响正面相当大 像整个本高雄市的市民就期待很大 那北部的还有来自中国的来自香港的很多都进到这个城市来 看看这个城市的未来的一个发展 所以这些人进来看到这个城市是美丽 这里的人是善良的 这里的人是热情的 所以满喜欢这个地方 这是一个契机 那这个契机来了以后 我相信这个市长一定要把引进产业进来 工会将在三月中旬会员大会时将一千万元创业基金捐出 期盼抛砖引玉 会高雄培养更多的创业人才 港东新闻王思武 潘志光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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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